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画面 就是原始的档案 第二个是完成的时候呢 大概长得像这样 我们把108这个关掉好了 然后完成的画面长这样子 OK这个是最后完成的样子 多了什么东西呢 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后面的东西做成折线 这个是折线图 还有这个有一个就是说趋势图 另外呢还有这边有一个是 它一个图表 其他部分的话让它变得漂亮一点 再加上我们需要的表格框线 那这一题就完成了 所以首先的话呢 当然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题目的第一个 它说调整栏位的顺序 由左到右分别是什么呢 所以你这边它的顺序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原来的顺序是什么呢 原来顺序是股票代号时间 着收在这里 开盘在哪里呢 开盘在这里 着收开盘 所以你要把这两个什么 把它搬到哪里呢 搬到成交的前面 所以你可以把它剪下来 在成交的地方怎么样 把它贴上 记得哦 插入减下的储存格 有没有 着收开盘成交 那再来什么 最高不过现在是买进了 所以把最高最低 一样按右键剪下来 再到买进的这个地方 选取整栏 整栏 然后再怎么样 把后面最高最低放到这边来 所以成交最高最低 买进卖出涨等等的OK 所以第一个我们已经把那个需要的这个栏位把它搬到前面了 所以顺序就先调整 第二个的话做什么呢 栏位的名称 在L栏 他说在L栏的地方 做什么呢 增加一个栏位名称 叫做着收开盘 所以这边的话 那名称呢 因为我刚刚已经把它打上去 就这一串 我把它复制了 你们到时候直接打在这里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加上去之后 再来呢 它的什么 栏宽 所以栏宽记得选取这一栏 按滑鼠右键 这个时候会有一个什么呢 栏宽出现 那请你把栏宽呢 改为15 把这个栏宽改为15 OK 接下来的话呢 自动换列 那怎么自动 因为你会发现 因为字数呢 超过栏宽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这个栏宽 可以怎么样 不要 是不要就是跑到外面 而是折行的话 你可以按滑鼠右键 选取这个LE 按滑鼠右键 除了格式 请切回到 对齐方式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 就会有一个选项叫什么 自动换列 实际上就这个了 那把它打勾之后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自动帮你做 折行 有没有 比较这两个字 放到下面了 所以将来呢 如果说 你们的那个 储存格 资料太多 放不下的话 记得 按滑鼠右键 储存个格式 这个地方 对齐方式 把自动换列 打勾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 做什么呢 它说 依据什么 着收 开盘成交 意思就是说 这三个栏位 底下的资料 做出什么呢 做出那个折线图 那这个其实是什么 走势图 前面好像102体有用过 那它位置在哪里呢 记得 游标先放在哪里 L2的位置 因为我要把图放这里 然后找到什么地方呢 插入里面有没有 再看到 之前有没有 我们有做过嘛 那个东西叫走势图在这里 中间嘛 我们要什么 要折线图 所以你点一下折线图 折线图的范围 是什么 着收 开盘成交 所以是 C2 到E2 这范围 把它告诉大家说 你帮我把这三个数字 做成一个折线图 因为有的时候 你看数字 有时候不如看什么 看图 因为高 我想要看它的趋势 高高低低的话 那直接按折线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昨天 开盘跟成交的比较 昨天开盘的时候 比较低 成交的时候 比较高 表示什么 这档股票有涨 所以涨跟跌 马上可以看到 但是这样的效果 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好 所以它说 请你显示标记 那显示标记 各位有没有发现 选完之后 这前面有一个标记 请你把它打勾 那所谓标记 就是上面的节点 因为我有三个栏位 那你帮我把那个节点 弄得比较清楚一点 再来的话 套用 颜色有点黑白 怎么样 套用什么呢 彩色一点 那哪一个呢 走势图样式 彩色一 彩色基本上 有没有印象 就是通常是在 第六个 最下面那个彩色 而且是锦一 就是第一个 所以点它一下 好完成 那我们就完成第二点 那记得把它讲 向下填满 填满到哪里呢 填满到最下面 你想说老师 那你怎么不直接点两下就好 有没有 上那102题有讲过了 这个地方 如果是像这种折线图 或走势图的话 它不能够快点两下 它必须向下填满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第二题部分 那待会的话 再来看第三题 就是再增加一个栏位 然后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再来就是成交这个 所以接下来一样的方法 这个地方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加上去 一样先把栏位名称打上去 那题目 把它back回去好了 要做 第一个先把字打上去 打上去之后的话呢 栏宽怎么做 一样按右键 栏宽把它设为多少 15 题目要求15 那一样把它按右键 储存的格式 这边有个什么 自动换列打勾 OK 按确定 那再来它要我们做什么 就是希望我们把那个 这边的底下 一样再做一个图 那这个图就是什么图呢 就是做这个所谓的 成交最高最低的直线图 而且呢 要显示什么 第一点 对不对 这边有个第一点 并且套用什么 彩色一 位置好像一样 所以我们只要 最重要是找到那个直线图 在哪里 那直线图一样是在插入里面 走势图里面 就会有直线图了 点下去之后的话 他问你说范围要选什么 成交最高最低 题目有讲 按确定 那再来把第一点打勾 对不对 在这里设计打勾 再选择 这边有个箭头 彩色一 这个 最下面的这个 第一个就彩色一 然后一样把它向下填满 这一题就完成了 OK 再来就是做什么 张数 因为这个张数 看数字其实不明显 那所以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我们把它变成什么 类似像这边看到了 这个张数 可以让它变成 比较有意义的 就是用那个图 有没有 张数越多的 表示里面填满的越多 张数越少的 表示填满越 那这样就一目了然 OK 那要怎么样加呢 首先第一个 一样先选取什么 选取涨低 跟这样 张数下面这个 从K2 Ctrl Shift向下 就是把这个范围 全部选取起来 再来做什么呢 一样设定格式化条件 那这个格式化条件里面 有一个叫资料的横条 题目里面 它是要我们做那个横条 那横条里面呢 记得选择什么 建成填满里面的 什么呢 橘色的资料横条 就这一个 所以你把它点击下去之后 结果就看到 也就是以后 假如你有很多 就是数字 但是你那个 看数字 有时候不如 还是看图 没看就知道 哪个多 哪个少 一目了然 好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部分 做完之后 后面最后剩下的 就非常简单了 第五个 设定第一列列高 35 并且把它的字 变成白色 底色变成蓝色 那怎么做 一 选取第一列 二 按滑鼠右键 列高 这个刚刚有做过类似的 输入35 Enter 好 第二个的话呢 把A1一直到M1 它的字的颜色 A是字的颜色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白的 就这一个 白色背景一 这个是白的 那如果说 你要让那个字 凸显出来的话 底色的话 记得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蓝色的 因为题目里面要 把背景颜色 底色部分改成蓝的 OK 好 完成 最后的话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最后的话 在A1到M65 内框线为最细线 外框线为次出实线 那怎么做 一 游标放A1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把这个范围全选 记得 跟刚刚蛮像的 选择这个框线的箭头 其他框线 内框线呢 我们先设定 最细的这个 这个选了之后 内框线 那次出框线呢 再选这个 选外线 按确定 完成 OK 按确定 那大家如果你要知道 这个看最后的结果的话 你可以再到档案里面的列印 有没有 外面是次出框线 里面的话就细线 OK 完成这个部分 那请 最后呢 再把它另存新档 存成110 110A OK 这一题就完工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那这一题 今天大概就是讲那个三题 107 108 110 好 OK OK